这也包的太严实了 收到的是一台大屏的黑色的8PLUS 这个后壳有点歪 两边都是歪的 看一下纸条 苹果8P机身歪曲 换个黑色的后壳 换电池贴个钢化膜 看到这个后壳 我觉得我应该尝试 给它矫正一下 帮老铁省一点 好 咱们先将手机开机 开机之后输入密码 看一下各项功能 手机的功能应该没啥问题 看一下电池 电池健康82%了 该坏电池了 我决定不给老铁坏后壳 尽量给它矫正一下 能省就省 矫正好之后坏个电池就OK了 好 这台手机呢 换电池 现在电池已经换好 手机已经装好 咱们看一下效果 打开手机的设置 电池 电池健康 现在呢 已经恢复到100% 这是换下来的电池 换电池的过程中呢 咱们把主板拆下来 也给老铁矫正了一下壳子 8P呢 这个中框 材质非常硬 而且后面是玻璃 矫正壳子的难度呢 比较大 但是呢 功夫不负 有心人 最后呢 这个壳子被我们矫正直了 老铁也不需要坏壳子 我觉得作为一个维修人员 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听客户的 多替客户考虑一下 多替客户把把乖 有的时候呢 要替客户省一省 客户呢 不会不喜欢你的 下一期是谁的手机 又有什么故事 敬请期待